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查理牧师 今天我介绍的中文和英文成语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就是盲人摸象和瞎子领路 华人是讲实用的民族 认为不论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不过中国也有全民都不说实话的历史 比如明知道皇帝只能活几十岁 却要山呼万岁 嘘喊口号也不要紧 只要还能保持住清醒的头脑 唐朝有位知名的大学者韩裕 有人去问他不懂的事情 想得到韩裕的首肯之后 打着他的旗号去游说 韩裕直言不讳地回答 足下求塑化之树 不于其人 乃以访于 是所谓借听于龙 求道于忙 意思是说你来问我 是让我帮你走捷径 可是我并不懂你问的是 你找错人了 好像借用龙子的耳朵 瞎子的眼睛 只能徒劳无功 到了北宋神宗时期 皇帝纵容浮夸之风 有一次皇帝想找借口 征讨西夏 问当时的守将崇厄 崇厄大言不惭 说西夏不堪一击 可以将其皇帝守道秦来 了解崇厄的人评价说 他是喜夸大口 言不顾行 行不顾言者 问他国策 等于问道于忙 可见瞎指挥的人 喜欢找说瞎话的人 来支持他 最后的结果就是 瞎子找瞎子领路 保太福音十五章记载 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专程从耶路撒冷 跑来见耶稣 质问耶稣 为什么他的门徒 吃饭之前不洗手 说这是不守遗传 就是犹太人口传的 古训规矩 其实这些人的 罪翁之意不在遗传 而在属灵的话语权 在第一节到十三节 耶稣列举了他们 假冒伪善的种种言行 用许多反问句揭露他们 虽然顶着律法 专业人士的名号 却根本不明白 旧约诫命的真正意义 也分辨不清 人的心灵污秽 与身体污秽的区别 把外表行为 与内在品德混为一谈 他们专门从小事上挑刺 挑战主耶稣的权柄 耶稣见他们自以为义 听不尽真理 就说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英文经文是 其实按照犹太拉比的观念 给瞎子引路是很重要 和尊贵的工作 因为瞎子把生命都交在了 引路人的手上 今天也还能看见 盲人的向导 领着一对盲人行走 都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 向导要负责 整对盲人的安全 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的 专业律法教师 自认是给百姓领路的 耶稣说任凭他们 因为这批人自视甚高 十股不化 更可怕的是 他们自己瞎了眼 还要领路 跟从的百姓 自然也走错路 甚至会掉在坑里了 初代教会的领袖 雅各也说过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 要受更重的判断 提醒那些热衷于指导 领路的师父 如果自己看不清路 就不要带路 对似懂非懂的事 最好闭口不言 雅各说 我们是指受到 神托付的传道人 信徒把传道人的话 当作从神而来的信息 因此传道人 更要谨言慎行 普通人瞎眼 或者说错话 只有自己承担恶果 而做师父的瞎了眼 就会把一群人 带进坑里去 甚至让外人 误以为基督徒 都是瞎眼的 将来在审判台前 这引错路的师父 当然要受更重的判断 在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中 都能找到 类似瞎子引路的成语 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宗教比喻中描述说 有一对盲人 每个人都抱住前面的人 第一个人看不见 中间的人看不见 最后一个人也看不见 我们熟悉的盲人摸象这个成语 最早就是出自印度佛教的涅槃经 说有好几位盲人一起来摸大象 每个盲人只摸到大象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就都以为大象就是他摸到的那个样子 摸到象牙的人说像萝卜 摸到耳朵的人说像波脊 摸到尾巴的人说像条粗绳子 这故事的波斯版本说 有五位视力正常的男子 在全黑的状况下去摸大象 就和瞎子摸象一样 等到灯被点亮 他们才看清楚大象的全貌 著名的罗马诗人霍勒斯 在主前27年至主后14年 住在奥古斯都 在他的拉丁文诗歌中也写到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有圣经学者认为 主耶稣很可能是引用了这位罗马诗人的诗句 当圣经有了英文版本 英语世界也开始流传这句话 用瞎子领瞎子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为题的油画 最有名的应该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 荷兰画家彼得·布鲁格父子的作品 老彼得·布鲁格在1568年 做的一幅画中 画出六位盲人和向导 一起跌落坑中 此后有许多艺术家效仿他 包括他的儿子小布鲁格 法国画家詹姆斯蒂索的盲人 著名的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根据布鲁格的画作的启发 写了一首盲人寓言的诗歌 在音乐界当代流行音乐歌手基恩和曼福德父子乐队 2019年的歌曲都引用了这一句成语 著名的美国摇滚歌手米克·贾格尔 还为2004年电影阿尔菲的配乐 创作了一首名为同样主题的歌曲 我们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淆的时代 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所谓专家导师的奇谈谬论 让我们不要跟从这些领路的瞎子 单单听从主耶稣的教导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跟从光明 也自己做光去照亮别人 谢谢您收看本期的神说人说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